你好 美女 你好 你是来相亲的 是吧 对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我今年35岁 然后什么都没有 35岁什么都没有 你结过婚吗 没有 没有结过婚啊 那什么都没有 父母还是健在的哈 对 那你对于另一方有什么要求吗 对男方 我没什么要求 没什么要求啊 那财林有要求吗 也没有 没有 你随便给就行了 哦 一分都不要吗 嗯 哇 这么好呢 也不是说一分不要 就是你看着给 你给我就要不给就算 哦 这样子啊 那你要求对方有车吗 你有没有吗 哇 哎呀 我就先问你嘛 你别管我有没有吗 哦 我先问你的情况 有没有都无所谓 只要有个人要我就行了 有没有都无所谓 哦 那那房子呢 有要求吗 也没有 房子也没有要求 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 哦 那租房子也不介意是吧 哦 你怎么一点要求都没有啊 你看彩礼不要 然后 哦 车也不要 房也不要 哦 那你要求有 对方有存款吗 无所谓 也是无所谓 有也好 没有也好 都行 哦 都行啊 那 哎呀 我想 我想问啊 为什么你 什么条件 啊 你都没有要求 那你怎么还还嫁不出去 我觉得像你这样子就应该很早就能嫁出去了呀 哎呀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太挑了 所以就嫁不出去 年轻的时候太挑了 嗯 我现在都不敢挑了 我把我嫁不出去 哦 你现在不敢挑了 哦 原来是这么个情况啊 那你之前谈了几个男朋友啊 嗯 嗯 我也忘记了 忘记了 那 那 超过5个吗 超过吧 好像跟我相亲的人也很多 跟你相亲的人也多啊 嗯 那你 之前给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啊 条件啊 对 要有车有房有存款 要有车有房有存款 嗯 然后要的彩礼特别高 你要多少彩礼啊之前 要66万 66万 嗯 你哪来的信心啊 你觉得 我漂亮啊 年轻的时候我漂亮 年轻的时候漂亮 那你现在要求怎么降这么低啊 你还是挺漂亮的呀 现在 怕嫁不出去吗 怕嫁不出去 确实啊 今年35岁 应该担心担心自己能不能嫁出去了 毕竟呢 这个年龄的女人啊 条件大多数都是还是挺高的 然后 就如果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呢 啊 也不一定选 是不是啊 确实 也看不上我这种年龄了 知道吧 哦 确实 确实 我觉得你做出这种思想改变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勇气啊 那你在我之前有没有给别人降低要求啊 呃 降低了 人家也不要啊 降低了 也不要啊 嗯 那你给几个人降低了呀 三四个吧 哦 降低和我一样什么要求都没有是不是啊 对 那他们还是觉得你年纪大 35岁是吗 嗯 嗯 确实确实你 这个35岁 哎 什么要求都没有 那确实 那有没有什么要求 现在可以考虑考虑啊 我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要求 我只是呢 想要比我小 然后 就行了 我就这样子的 那你多少岁啊 哇 我也是35岁 你看我两同岁啊 这个 有点尴尬啊 没事啊 我觉得 没事啊 那你想跟我在一起吗 看你自己啊 你要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们就在一起啊 其实我这个人呢 啊 也没什么要求上下来 我只是想啊 啊 越漂亮一点了 啊 那就越好 然后说越年轻越好 就这样子 然后啊 彩礼要求越低越好 对我的车房和存款 啊 要求越低越好 我就这样子的 但是你觉得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都没结婚啊 哇 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喷波 一直在努力奋斗赚钱 之前太穷了 现在 有一点点积蓄 这样子的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嘛 要不然我俩试试啊 啊 你呢 我觉得 现在各方面是挺好 但是这个年龄 卡在这里的 有点尴尬 我就想要年龄小一点的 比我小的嘛 至少比我小的 你跟我同岁了都 那比你小了也看不上你啊 那不一定 嗯 现在呢 别人给我提的要求 我基本上都能满足 求你了 我也 我不想再相亲了 我们在一起吧 我也没有什么要求是不是 啊 我觉得算了吧 你看你的年龄卡在那里了 我不符合我的要求啊 是吧 我觉得你长得漂亮是挺漂亮啊 但是大龄圣女 我不太想娶了 我就想娶年轻一点的啊 那我们就这样吧 不好意思啊 那你你再找其他人吧 哎 不知道这些大龄圣女啊 之前是怎么想的 本来早就可以嫁出去的 长那么漂亮 哎呀 可是连你卡在那里呀 没办法 好